星期二,總統拜登正式宣布參加2014年總統選舉, 他在競選影片中表示, 每一代美國人都層面臨必須捍衛民主的時刻, 捍衛我們的個人自由,捍衛我們的投票權和公民權利, 而現在就是我們捍衛民主的時刻。 美聯寫稱,儘管拜登目前的支持率並不高, 而且很多美國人不願意看到明年就82歲高齡的拜登 再執政白宮四年, 但民主黨高層依然堅定地團結在他周圍。 拜登為何又等到現在才宣布自己競選連任他的意圖是什麼? 首先,美聯社分析說,正式的連任公佈 意味著拜登現在可以直接為他的競選活動籌募至今, 這個和他入主白宮以來在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或其他政治團隊舉辦的捐贈活動中發表的那些言光不同。 美聯社說,拜登將競選資金用於 他2014競選團隊的身資和後勤方面, 並在他總統官方事務之外舉辦和競選相關的活動。 他計劃這星期五在華盛頓和主要的民主黨捐贈者和DNC領袖共進晚餐, 終點關注人物在那些將開出大額支票 以確保他競選連任資金充足的人。 此前已經有一些政黨捐贈者和組織者抱怨拜登競選連任, 為何還沒有動靜? 拜登星期二公開宣布參選消息和星期五的集會都將會安撫這些人的情緒。 拜登等到接近四月底才宣布競選的另外一個原因是, 這個可以讓他避免在今年第一季度就公佈競選活動已籌集到多少資金, 認為這個季度通常是捐贈者放慢捐款速度的時間。 在去年秋天的中期選舉之後,明年的總統競選進入高潮之前, 一些民主黨的頂級捐贈者希望能夠透一口氣。 前總統奧巴馬也一直等到前一年四月才宣布他的2012年競選連任消息, 民主黨內有不少的人都覺得這個時間點非常合適。 而且今年4月25日這一年, 還是拜登宣布參加2020年總統競選的四周年紀念日。 星期二當日,身為美國最高齡總統的拜登, 專門就寧寧的問題表示,請選民放下對他再爭取四年任期的擔憂。 但美聯社說如果連任成功, 拜登到第二任期結束時將會連滿86歲。 他亦承認年齡是一個合理的擔憂, 但對有關他是不是有精力參加另一場競選時, 他就說,看著我。 共和黨人經常強調拜登的年齡問題, 共和黨參選人海里還呼籲對75歲以上的候選人進行心理能力測試。 白宮發言人楊皮艾爾對此類的測試質之不理, 表示或者他們忘記了總統在過去幾年隨的勝利, 我很樂意隨時提醒他們。 首先,會 closes四斤點的故事。 和一些幾個建築警員發揮了 nine大小技。 即使三年快樂。 节目錄下這個紀錄什麼因為她忘記了很多財猾。 在一起,看著我來拿到幾個月之間。 嘗試機,進入三年快樂。